移民這個問題 就是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全盤接受 新的地方它對你的所有要求 就是你將以前執著的東西放低 你不要去到那裡 才突然跟別人說中國文化好些 去到那裡人說什麼國文化好些 你就一於說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我就保證你在那個地方 能夠自己都覺得舒舒服服地生活 你的物質生活水平會不會上升下降 你不要想 因為你離開這個地方 不是因為物質生活水平而決定離開 我想你給大家一個建議 即是說我們作為一個人 現在地球去到城住壞 那就是情況 那我們現在還可以怎樣做 即是說不要太離地 即是你說本來他在城市住 你說你回鄉下耕田 很難 即是說起碼可以做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甚麼城住壞空這些呢 就是這個大局的 嗯 但其實我們作為這個大局裡面的一個人 是很多粒塵 喜歡一粒塵 但是每一粒塵都有它的葉 嗯 其實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 因為我們生活 其實在物質上太奢華 用太多物質 嗯 用太多能量 嗯 其實一句說完就是生活簡單一點 即是 你買東西就是買需要的東西 是 不要買想要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就已經可以了 即是說得再貼地一點 就是用少一點電 不要經常想要買一輛車 就是 總之就是用少一點物質 用少一點能量 生活簡單 如果我們以前 我父母教一些生活健康一點 如果是跟年輕人說 如果跟現在的年輕人說 就是 這個叫做 簡約主義 minimulism 就好像高級一點 但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們對外部世界的需求 或者拿東西 拿少一點 嗯 其實一個人要生活很簡單 就是二千加露里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大部分人吃得多過頭 接著吃二千加露里 又丟掉了四千加露里的東西 其實是很食物 生產出來 只有三分一吃到人肚子 前面有三分一丟掉 後面三分一是廚餘 丟掉了 我們將這些浪費減少就可以了 又不需要想到很偉大去做些甚麼 每個人將自己的生活 令到他簡單一點 將那個價值 不是放在物質上 放在你跟 兄弟姊妹夫婦朋友 即是父母 將那些價值放在人的關係上 你會突然間發覺自己很實在 你定義你的方式就是 你跟其他人的關係 就不是跟文質的關係 沒錯 其實這件事我很有資格去分享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我年輕時 因為我小時候很窮 所以我年輕時的夢想 就是我要賺錢 我要駕駛車 因為我很喜歡車 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是如生俱來 小孩子和男孩子是這樣的 於是我在40歲之前 我做到 即是我在澳洲有一間 萬多呎的房子 然後車房有三輛車 然後經常都 譬如我一想去 譬如我想聽Opera 或者Musical 我便會打電話 American Express白金卡 他便幫我安排了 最美麗的座位 酒店、機票全部都安排了 我突然間 那一陣子我想聽聽 這個博物館、美術館 我又安排了一個旅程去巴黎 巴黎有很多美術館 即是那時我是這樣的生活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的錢不用 就不是我的 只不過是銀行的一些數字 所以我當時都算是挺奢華 我不是很有錢 但我捨得小 對呀 又做得對呀 提高自己 但是 到我出嫁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奇怪 包括我的前任太太 她都覺得 你頂不頂得信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是 開心過以前很多 我那時反而還是很多的煩惱 我就是因為太多的煩惱 於是我就想一下 這些煩惱的原因是甚麼 我發覺是因為我很多東西想要 於是我就試一下 那時我經常形容 就是我part time修行 後來我覺得part time不夠 不如轉 full time 試一下轉 full time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出成家 不過當時是覺得 試一下轉 full time 即是給自己幾年時間 就變成自己 結果這樣就十年過了 我是發覺 現在 譬如說我不用再去想 說穿今年流行甚麼時裝 總之我們穿來穿去都是這樣的衣服 又不用找哪個 hair stylist 去剪頭髮 染甚麼顏色 全部不用想 我的生活只是需要 只是很基本的東西 開心很多 我可以想像到 即是你無求時是最開心 如果你有求時 還要看哪個老闆甚麼面色 找不找到他那幾百萬 即是完全無求 甚至不要說 你出了家 那就不同了 我就說回我未出家之前 我在2008年 決定不如我轉 full time 到2009年 一年之後 我其實都還未找到 適合的道場和師傅 即是還未有著落 但我已經開心了很多 為甚麼 因為我要準備出家 我就開始斷捨離 我一年裏面 我將自己擁有的東西 不論是小器材 我以前很喜歡操手錶 有很多書 我全部 我的三副鞋物 即是全部 全部送出去的時候 我正如舒服了很多 是的 即是物質是類 其實人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本性 你後面 即是文字 電腦這些 是後加上去的 我們這個動物 如果跟科學講 我們其實沒有準備 我們會用那麼多能量 沒有用那麼多訊息 沒有預計我們要處理 面對幾百萬人 或者幾千萬人的問題 他只是預備我們準備 每天見到甚麼人 每天見到甚麼動物 然後你要做甚麼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 是一個非常態度的生活 我們在現實裏 繼續要這樣生活 譬如我們未出家 但要經常提醒自己 其實你的快樂自然很簡單 我看到一隻小鳥很開心 我聽到別人見到一隻汗有小鳥 我也開心了 我當年發覺自己來到這級 就很過癮 我不用自己看 現在 你告訴我 我每天都在說 每天我見到一些花草 我是這幾年之間學習的 我突然發覺每天都有些新發現 原來每天都有些新發現 很開心 我現在這些我完全不用本 我在街上逛逛逛 我開心一天 在我們答問題之前 我分享了最後一個 就是 你提起小鳥 我最初看到一個比喻 我很喜歡 他說小鳥站在樹枝上 他倚靠的 他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樹枝斷 因為他靠的不是樹枝 是靠自己對應 即是說 有很多人 沒有安全感 其實他是靠外在的環境 即是他倚賴了外在的很多東西 他的身外物 但其實 你能夠倚靠的 其實就是自己 是 我剛才來之前看本書就說 城市人 因為在城市裏面 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扶持著他 他忘記了怎樣自己生活 剛剛就是這樣 反而那些油木民族的那些 每天都在馬上 他每天都在解決問題 是 要自己解決 所以馬上的人 他就是自如地生活 在城市裏面 結果是因為我們的組織太好 令到他離開了本性 要每天解決自己的問題 是 所以說到最快樂不快樂 開心不開心 是自己作主的 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的 絕對有得選擇的 請問有沒有一些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代他們問 因為沒有問題也沒有問題 也有的 我也有一條問題 其實本身以前都是天文學會的 所以也有問題 不過這條不關天文的事 既然說起小鳥 也會看很多鳥飛來飛去 有些人都會去非洲看大千載 香港現在都面臨一個大千載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開始移民 你怎樣看他們移民這件事 有甚麼推薦給他們 離開香港 或者會有怎樣的生活好呢 移民這個問題 所有動物都有權選擇牠去哪裡住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給牠的 所以人跟動物一樣 那個地方你覺得不舒服 你就去別處 不需要勉強自己 不過你做這個決定的同時 要知道你去一塊新的地方 其實是不可測的 去到那塊新的地方 你就必須接受你去了一個新的地方 你是要面對不同的人 面對不同的氣候 面對不同的品食的方法 面對別人不同的文化 你又不要去到那塊地方 就是要說我是香港人 我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樣倒閉 即是倒閉一些東西去另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你想在那裡生活 你拿著這個倒閉 我想就會自己有很多煩惱 我就不會移民 但如果我移民的話 我會做甚麼呢 我一定會去到那裡 直接忘記了自己是甚麼 然後我就在那裡 別人是怎樣生活 我便怎樣生活 完全不會想任何去判斷 你甚麼人那麼笨 這樣便好一點 我們香港是這樣的 你千萬不要說我們香港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你永遠不乏樂 你不要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移民的人 你要心理準備 其實我覺得要哲學準備 心理準備是低層次的 要哲學準備 就是說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全盤接受 新的地方 他對你的所有要求 就是你要把以前執著的東西放低 你不要去到那裡 才突然間跟別人說 中國文化好些 去到那裡別人說 甚麼國文化好些 你就一於說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我就保證你在那裡 能夠自己都覺得 舒舒服服地生活 你的生活水平 物質生活水平會不會上升下降 你不要想 因為你離開這地方 不是因為物質生活水平 而決定離開 所以去到那地方之後 物質水平的高與低 是不考慮的 你千萬不要去到那裡考慮 才說 早知我不過來 我甚麼甚麼 你要決定離開一個地方 真的斷舍離 撤了它 就過去 這個我又有資格說了 因為我又有經驗 我是移民了去澳洲八年 當時很多人都以為我怕了九七 因為我是九二年移民 我說我其實一點都不怕 我只不過是從小到大 我很向往 可能就是小時候 因為尤其是在香港的環境 我最小的時候是七十二家房客那種 即是一層樓有十幾家人 在一層樓裏面 一間房是一家 一個床位都是一家 就是這樣 於是我就會很渴望 有一個很寬闊的居住環境 海闊天空 去到澳洲的時候 哇這裏天氣又好 又大那些屋 自己有花園有泳池 我很向往那種感覺 尤其是我又喜歡車 在香港 你一個車位 有一輛車其實已經很重疲 哇在那裏的車房 放幾輛車都可以 於是我很向往那種生活 既然有一個移民潮 於是我就又申請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 我想去享受那種海闊天空的生活 所以我去的時候 有很多人 香港人移民澳洲 都找回一些唐人浮 即是近回唐人街 或者唐人聚居 我是特意找一個地方 是很少唐人住的 當然後來我太太就罵到我飛起 即是她覺得她不方便 她會找朋友 但是在我的角度 就是我既然去到那裏 我就直接當我是那裏的人 我在那裏的生活 我融入社會 所以我去到的時候 我直接去讀那些移民班 就是去學她當地的歷史文化 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 所以我覺得是適應得不錯 而我兩個女兒在那裏長大 亦都是適應得很好 快樂地長大 是的 所以其實 那個重點真是 你要搞定自己的心 去之前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覺得這裏有甚麼不好 那裏就好了 其實全世界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你的心 我又說多一個比喻 也是小鳥的 就是說一隻烏鴉 他就經常搬屋 即是他將它以人化了 他經常搬屋 那些人就問你為何經常搬屋 他說因為我的鄰居經常投訴 說我很吵 所以我就搬屋 搬去那裏的人又投訴 所以我就又搬 但是他就忘記了他本身就是很吵 所以他不論搬到去那裏 鄰居經常都會投訴 就是這樣 即是移民這件事 我覺得是 你真的做的時候要想 我為何要移民 你真的能夠捨得低 然後確認是那個原因 然後你認為那個原因是真的 是因為這樣所以你要移民 你一做那個移民的決定 就完全沒有東西想 我經常都說 人生是容不下後悔 亦都無需要後悔 因為你當時做某個決定 做了某件事 當然是當時最好的決定 否則你不會這樣做 是你覺得最好的決定 就做了它 然後是時候想回 當時笨 不能這樣想 人生是沒有後悔這件事 你可以記得那件事 但你不需要把那件事 當成一個負面 加了 做了一個負數 放在心上 沒有的 過了 當時那就是最好的決定 雖然有人說人是聆醒的動物 因為我們有記憶和有預見力 但其實這件事是煩惱的來源 有時我們天文台經常出預測 我最初做預報員的時候真是慘 你知道當時技術低 整天都錯 我還試過坐小巴旁邊那些傢伙 去罵 罵昨天的預測 他不知道那個預測就是坐 他坐旁邊那個出鏡 讓他罵 其實當時為何不說甚麼甚麼 即是改過預測 但你要出了 那怎樣呢 預測最慘的 出了去就不能改 出了去永遠都是那個預測 在那個時空 你只能夠說 過了去的東西就過了 就像你所說的 我學你 是當時最好的決定 人生是沒有後悔這件事 但你可以記得那件事叫做失敗 但你所謂的失敗是記得那件事實 但你要忘記那件事的痛苦 如果有痛苦 你只是記住那個教訓 而不是記住那個痛苦的感覺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事情 我們發生甚麼事都好 那些能力的提高 不是累積著那些痛苦的感覺 人一生經常都撞板 你一世人都把那些負面加上去 嘩 那個黑洞來的 是啦 所以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即是說這個地球暖化 好像很擔心 其實不用擔心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們去做自己的本份 剛才台長有說過 即是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我們盡量我們的生活上 只是做自己需要做的事 就是減少一些想要 你說完全不要想要的東西是很難的 所以就是你盡量減少 即是說我今天減少一些 我明天又減少一些 你不要逼自己 我180度就要轉變 因為這樣你很容易會彈回 所以總之你是慢慢改 當你又不刻意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的時候 你是不用後悔的 因為後悔有負能量 但是你可以懺悔 懺悔是甚麼呢 懺悔是正能量的 因為我知道我做不對 好 我以後盡量不再做 這個就是懺悔 你仍然是正能量 但是後悔你會 哎呀最壞是這樣的 早知道不要 這樣是幫不到的 所以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做 即是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當然你一遇到又犯錯了 怎樣呢 那你就是要停一停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呼吸那裏 因為當你這樣的時候 那些負能量 或者你胡思亂想那些會暫停 暫停之後你再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是會容易很多 這個其實就是停一停心呼吸的目的 那麼台仔有沒有東西 round up 即是最後和大家分享 我講些運吉的東西 過去的東西就過了 未來真是叫未來 但是現在呢 現在這麼巧英文就叫做present 是 但是present這個字有兩個解釋 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the present is a present 即現在其實是上天給你的禮物 你一支收了這份禮物 總之現在的東西你想好它就可以 就是這樣 是 好 那麼多謝各位也很多謝台長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